教宗方济各在7月31号下午前往罗马西南部的奥斯蒂亚游乐园 探望巡回表演者和马戏团员 以及陪伴他们的詹宁德罗斯和阿米利亚修女 教宗向他们表示支持和感激 因为在充满战争、危机和痛苦的时代 欢笑并不是一件小事 下午3点教宗方济各会见杂技艺人和马戏团员 陪伴他们的詹宁德罗斯修女来自耶稣小姐妹会 今年81岁 她和同修会的阿米利亚修女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 他们常年陪伴无家者、马戏团员和多元性别群体 并常常带他们一起参与教宗方济各的公开接见活动 詹宁德罗斯修女带教宗进入平时用来举办儿童庆生会的房间 这是一个欢声笑语不断的时刻 教宗方济各拿起麦克风 说我向你们大家致谢 谢谢你们所做的事 谢谢你们逗人欢笑 教宗问候了几位他在2018年圣体圣血节 在奥斯蒂亚见过的孩子 在场很多人向教宗分享 湛宁德罗斯修女的关怀和服务 一名男子当众说 这些修女非常优秀 我们不希望他们离开 教宗表示 继续保持 我支持你们 接着 年仅9岁的奥斯卡 送给教宗一个旋转木马音乐盒 并且献上一封信和一个蓝色信封带 小孩说 里面有五欧元 这样你就能买冰淇淋了 逗得教宗捧腹大笑 教宗也在一位母亲 向他介绍刚发现疾病的女儿 和一位卷法男孩掉着眼泪 向他倾诉悄悄化时 面色凝重 严肃地聆听 在这场活动中 教宗方济各除了和孩子们在一起 与杂技艺人和马戏团员共融 也和由母亲们组成的祈祷小组 奥斯蒂亚本堂神父等人进行交流 教宗表示 谢谢你们如此美好的款待 谢谢小朋友们 我很高兴看到这份喜乐 你们要始终带着喜乐 勇敢前行 7月的最后一天 这场在奥斯蒂亚马戏团的共融活动 将一个平凡的午后 变得与众不同 这场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